就是如果這首歌 剛剛應該跟Eason講的 真的 因為如果這首歌 我在聽到DEMO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有Eason的Feel 所以我特別特別喜歡這首歌 然後我在錄的時候 其實我在錄音室裡面 就是幻想自己是Eason有沒有 然後去唱的這樣的一首歌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成長 因為比較拋開以前 那些比較稚氣的東西 然後是比較 Enjoy在唱歌的這個環節 Eason你有聽到嗎 很瘋了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成熟 所以希望大家聽到新專輯的時候 會喜歡這樣的一個感覺 我們有一個電話進來了 好 先接聽 喂 喂 喂 你好 哈囉 有什麼話想跟動良說的嗎 什麼 你已經on air了 你不要緊張來告訴我們 你想要跟動良說是什麼 向動良親生 你好 你好啊 親生 先生 我們是阿庭和阿倫 好,媽媽 你好… 你好,記住明天的抱抱 你這樣記住嗎 記住明天的抱抱,答應了 很繞密,聽著很繞密 可以了… 但是始終… 好,她始終要這樣做 那… 明天的表情更好 聽不到,再說一次 明天的表情更好 今天不漂亮嗎?還可以 很繞密 那你記得明天一定要去的了吧 對呀,記得明天一定要到啦 很感謝你把電話來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好 其實就是一路走來有很多這一些 很…每次都讓我覺得很溫馨 然後很感動的跟妳 現在可能會看到一些 讓你覺得更加溫馨的東西 現在 對,因為我們呢就是有… 我們就是上個星期呼籲了 等一下…不能說 這是驚喜,我們不要… 好,那我們還是給它驚喜 我們馬上去看片 再看一下反應好了 馬上去看 不讓你離開我的… 現在的我…不捨…什麼… 認真的生活… 我會會難過… 幸福有很多… 他們不夠了解… 我…問了太多… 我只是…微笑的在意過… 未來的我… 沒有…如果… 不想星星做… 能與更什麼… 假設那麼多… 過去會不會… 我會不會… 好棒,怎麼樣看了剛才的… 她有進步 而且她家的窗簾還滿好看的 沒有,因為上次… 她有…她有出席過我一次的… 其中一次的KK大賽之類的 剛剛的那個片段 她唱得比以前都好很多 對,所以都是忠實粉絲的嗎 對… 那你有什麼話 對你的忠實粉絲們說的嗎 就…還是…還是那一句啦 就是很感動 因為這些是從我還沒有發片 就…就支持我 甚至幫我成立Website啊 什麼都是他們 對,講到Website 也就是… 我有一群媽媽級的歌迷 因為之前我的… 有一個Website 是舊公司在…在打理的 但是後來… 因為舊公司就是… 就是改變了一個形式 所以就後來就是一直荒廢 然後就是現在大家只能透過 我的個人部落格來分享我的一些訊息 或是一些日記之類的 但是很快就會有一個全新的歌迷網站 是這一些媽媽級歌迷在幫我打理的 所以… 非常謝謝你們 好,謝謝… 那真的我覺得喔 我們每一次上來的節目 只要訪問… 就是… 嘉賓呢,都覺得時間不夠用 OK 可是呢,我們今天時間真的不夠用 真的很不夠用 所以呢,還是要… 還是要跟你說謝謝了 好 可是我真的很希望呢 很希望你專輯發生之後呢 還是會再次上來我們的這個節目做選擇 當然… 我們可以繼續談更多的東西 OK 最好是一整集都聊妳就好了 好… 好,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記得你連下我兩點機會 好… 還有,祝妳的這個預… 預購呢 預購可以… 消量很好 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謝謝東郎,謝謝… 那麼,如果要繼續… 就是… 知道更多東郎的這個新專輯的消息呢 記得就要留守我們FM1 好 所以M1FM最近好像在搞甚麼東西 M1FM,你知道在搞甚麼嗎 有甚麼事 M1FM在搞… 曾國輝吧 對,M1FM在搞曾國輝 你還對 對,M1FM在搞曾國輝 總之是曾國輝 曾國輝化身為M1FM的飲食大使 就入住了文外芬 和Royce的飲食館 組成這個衛食探測隊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好 M1FM M1FM M3FM